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明天星期六就是马格达周期补选的投票日 那马格达周一席选区呢 自2004年增设以来一直都是由巫统胜出 虽然在2018年大选改筹换代的号召之下 一度被诚信党给攻下 但是巫统很快又在2022年的荣佛周选当中 重新夺回马格达 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的马格达补选 应该就是巫统的囊中物了 然而巫统如果想要在政坛霸气回归 重新站稳脚跟 仅仅成功守土是不够的 还必须要赢得漂亮才行 这个选举结果某种程度上 也将会传达马来选民对巫统 加入团结政府之后的接受度 这个是巫统在这个补选当中的最大压力 国家教授理事会成员阿兹米哈山 在受访时指出 虽然巫统在马格达补选当中 有很大的胜算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 胜利的幅度 他说柔佛作为巫统的起家之地 那同时国阵又执掌柔佛 巫统必须要以漂亮的多数票 再次重选 来证明自己对马来选民 还具有吸引力 如果多数票比上一届还要低 说明国阵跟西蒙的合作模式 受到了选民质疑 绿潮已经渗透柔佛 双卫大学政治学者黄敬发则表示 虽然巫统在马格达补选当中 输的机会是微乎其微 但是巫统团长阿克马近期 在一些全国课题上 被华社视为极端的言论 甚至不惜杠上行动党国会议员 郭苏沁 或多或少是会激怒华社的 他认为阿克马的言论 或许可以拉到一些马来票 但也产生了副作用 那就是丢失了非马来人 还有自由派的选票 反而可能会得不偿失 他认为如果巫统在马格达补选的成绩 是低空飞过 那么他未来在很多西海岸的选区 都不能够稳赢了 不过国际伊斯兰大学副教授沙扎认为 不能够关靠一场补选的多数票的多寡 来判断巫统的实力 他说马格达周期补选 是自团结政府上台至今的第十场补选了 那选民在经过一系列的补选当中 已经开始出现了选举疲劳 况且就算国盟赢了 也都不会影响国阵在柔佛的政权 更不会动摇到联邦政府 这导致选民出来投票的意愿并不高 那如果是全国大选的话 他相信选民们是不会选择待在家的 但他們必須維持積極的 表明馬來人仍然支持AMNO 它不重要是他們去到外 它是好 但他們只能在最後的選項下之下 所以我猜 AMNO會維持積極的 但我再說 這非常重要的數字 柔弗·馬格達普選對巫統而言 具有舉足輕重的政治意義 國際伊斯蘭大學副教授沙扎表示 國鎮西蒙的合作如今已經趨向穩定 這場補選更像是對巫統的一場考驗 國家教授理事會成員阿兹米哈山也說 巫統想要站穩腳跟 不只必須要贏下馬格達補選 而且多數票必須要比上一屆多不能少 相比之下 沒有什麼可輸的國盟 在這場戰役只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拉低巫統的多數票 沒有人期待會被捕捉海 但他們有一個維持 確保減少數量會獲得 由阿美蘭大學 因為他們想要示 互相聯合作 與巴卡塔拉班 與巴里斯蘭大學 雖然巫統在馬格達補選當中 無論成敗 都不會影響到柔佛州政權 乃至聯邦政權 但卻會決定 朝野三方在下一屆大選的作戰模式 這是第16屆大選的一場前哨戰 也是馬來西亞政治未來走向的風向標 所以這場補選 其實會影響國運 不是導致說政府不穩定等等 而是它會讓朝野三方去想 他們在第16屆大選要如何作戰 如果國民能夠把補選的投票率拉低 讓巫統只能選勝 那就證明國民要用的政策 就是繼續引誘安華往右前 因為安華和國政往右前的話 那麼反而選票不出來 那下一屆西蒙 在聯合政府中一切收看 來到投票前夕 那國政要熟土馬格達州席 應該不難 至於能不能夠穩住上一屆的多數票 這就難說了 就好像剛才提到的 那如果贏得不漂亮 還是會很難堪的 甚至在巫統內部就會再次掀起 退出團結政府的聲浪 當金大馬今天的一篇報導提到 當國政正在集中火力 去爭取投票意願不高的華人票時 國盟卻正在悄然地 在搶攻原本支持國政的馬來票倉 而國盟正在積極爭取的其中一個投票區 是本來屬於國政堡壘區的馬來甘榜 叫做甘榜巴魯 報導拿州選跟全國大選做出比較 那2022年3月的柔佛州選舉 國政是以71%的得票 輕鬆贏下這個投票區 國盟只獲得22.8%的選票 西蒙則僅有5.9% 然而僅僅8個月之後 在同年11月的全國大選 國政在甘榜巴魯的支持率是下降到了51% 國盟的支持率上升到了38.1% 西蒙則為10.4% 報導就分析這兩組選舉數據指出 全國大選有大約100名的選民氣投國政 但與此同時卻有400名 在柔佛州選沒有出來投票的選民 在全國大選當中投票給國盟 這表明在野黨支持率正在上升 從州選到全國大選 綠潮是一直在增長的 那大選成績顯示 國盟在所有年齡層的支持者 都這個支持率呢 都全面增加 特別是年輕選民 來到這個馬格打補選 這個選區的國盟影響力 會不會進一步擴大呢 而如果華裔選民真的向傳言當中的 不出來投票 國盟會不會暴冷拿下這個選區呢 這是明天票箱打開 大家最關注的焦點